大家好,本节介绍内能字板系统菜单来学习 首先,学习文件菜单 新键及新键一个画布 新键的快捷键为Ctrl加N 单击 弹出选择画布尺寸窗口 选择画布尺寸 或自定义画布尺寸 这里选择已有的画布尺寸 初始颜色及新键画布的颜色 默认颜色为0号色及不编织 确定便可新键一个画布 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的快捷键为Ctrl加O 单击 可打开的文件类型有三种 tni文件 bmp文件 dat文件 tni文件为新版的锐人字版系统的花型文件 tni文件 bmp文件为旧版本的花型文件 bmp文件为导金的花型文件 bmp文件 成型一个花样 成型设计的参数将会在后面做详细介绍 确定 可看到成型出的一个花样 文件菜单 保存 保存的快捷键为Ctrl加S 单击 保存的文件为K&I文件 K&I为新版本的内能自白系统的花形文件 对文件名进行命名 保存 可以看到 这里的文件名变为123.k&I 另重为 单击 将弹出另重为窗口 保存的文件 这些类型也为K&I文件 即新版本的花形文件 对文件名进行重命名 保存 可以看到 这里的文件名变为234.k&I 保存 保存为旧花形格式 单击 将弹出保存窗口 可以看到 保存 内型为BMP文件 BMP文件即为旧版的内能自白花形文件 对花形文件进行命名 对花形文件进行命名 选拨打开锁在文件夹 选择打开锁在文件夹 将弹出保存该花形文件的文件夹 可以看到 文件夹里有最初新建保存的123.k&I文件 和宁存为的234.k&I文件 以及保存为旧花形格式的345.bmp文件 新版本的花形文件只有一个k&I文件 旧格式的花形文件 有7个同名的文件 都为花形文件 打印设置 打印设置的快捷键为Ctrl加8加P 打印设置即与打印设备连结时 设置打印参数 打印 打印的快捷键为Ctrl加P 即在打印机上打印当前花样 资料编辑器 资料编辑器即WorldView 三机将弹出WorldView界面 WorldView是对001文件和CNT文件进行查看 001文件和CNT文件为编译后上机文件 WorldView的查看将在后面做出介绍 导金转换器 当机 用于转换导金的001文件 导金转换器也将在后面做出详细介绍 Store转换器 即转换Store字版的编译后文件 也将在后面进行具体的介绍 编译 编译与工具栏上的编译按钮相同 即对当前花样进行编译 三机将调出编译窗口 选择编译参数 编译的参数也将在后面进行介绍 三机编译将谈出编译信息窗口 正义部分为最近打开的花样文件 退出及退出字版软件 三机将关闭软件和所有文件 本节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